朱元璋创造出一句话,如今古装剧中常出现,可演员们都读错了。 看过古装电视剧中的朋友都了解过宫廷内皇帝、太监,大臣们的生活如果皇帝有圣旨下达一般由太监传达给大臣太监在宣都圣旨前都会念,奉天成约皇帝赵约, 其实太监宣都圣旨前这八个字,在历史上是朱元璋创造的他之所创造这八个字,其实跟他的出身有关大家都知道,朱元璋本来是个要犯乞丐,又当过和尚起点非常低后来变成开国皇帝,但是内心还是觉得自卑, 所以朱元璋定督天经之后就把天经改为应天,表示,我是顺应天意成皇帝的意思,但这还远远不够朱元璋,为了让天下人信服,就亲自编撰了一部《玉之记梦》的文章。 这篇文章是描述朱元璋做梦的场景,据说朱元璋在梦中游到天宫,遇到了一个紫衣真人传授给他神器,法剑等让他管理天下,当然欲知记梦,是朱元璋自己写的他到底, 有没有梦到这场景之游鬼知道了或许是他自己编出来的也很有可能,不管怎么样朱元璋的目的,还是达到了他向世人,表示我是上天拍下来管理人世间的,所以你们都要对我服从于是朱元璋每次下圣之时。 就在前面加了,奉天成约皇帝赵约,这八个字所以在历史上明朝之前太监宣读圣旨是不会念,奉天成约皇帝赵约,的如果你看了电视剧中唐朝,宋朝有太监这样宣读圣旨,那么就是导演为做好功课,那明朝之前的皇帝宣读圣旨一般用,赤约,赤约,等,赤约, 一般用在对官员宣旨,表示皇恩浩大,普通百姓一般不会用而,赤约,表示对那些要提拔的官员,让他们记住戒交际,造不过这的古装电视剧中似乎并没有体现出来朱元璋创造,奉天成约皇帝赵约,这八个字相信看过古装电视剧中肯定听过太监演员度过, 但实际上他们都读错了朱元璋一开始创造这句话,并不是这样读的这八个字真正的读法。